高雄長江醫院從一九八六年開始 完成了九百二十七名的器官大體捐贈 有超過三千六百人受惠 不過因為疫情的影響 已讓器官捐贈的人數下滑 全臺還有上萬人在等待器官移植 而院方是特別舉辦了感恩追思 希望大愛能持續推廣 終點線前 華倫溜冰選手小翔帥氣衝刺 從小展現體育天分的他 入選高市競速 華倫溜冰的選手代表 去年診斷出罹患惡性腦瘤 反步入院治療 直到最後一次 小翔因發燒住院 出現嚴重呼吸衰竭 為了讓熱心的小翔一愛人間 家人決定捐贈他的器官 高雄長江這三十幾年來 協助九百二十七人 完成器官大體病理捐贈 連帶也有三千六百多名病患受惠 但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去年全球器捐者只有兩百多人 而等待移植的病患卻維持在上萬人 疫情趨緩高層在週六下午舉辦實體器捐感恩追思會 也透過獻花感謝器捐者及家屬的無私奉獻 更盼疫情降溫的未來 器捐人數在增加 讓良善的愛延續下去 記者 我們要聽許正俊高雄報導 好